各位老師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很開心 很有榮幸 也很感謝 都有機會 能夠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朗圖教學劇場 服務業的重慰 這個朗圖教學劇場 是由中間高中 我還有楊玉如 劉俊偉老師 我們共同研發並且而成的 那一直以來 等一下我是否有時候可以坐著 如果有時候會需要 來看一下我的TPT 一直以來 我們一直期盼 一種新的教學嘗試 希望它能夠打破 只有老師上鼓勵性的享受 然後能夠多加一點 學生口語情境的展現 然後在種子教室的年輕中 我們認識了朗圖教學劇場 覺得這次是讓博文課的美好的方式 那一直以來 我們三個人都很喜歡戲劇、劇本 然後朗讀也都很有興趣 那我們在過去的教學生涯中 也曾經把高中的課文 嘗試改變成戲劇 在課堂中演出 但是我們會遇到有問題 因為戲劇表演在課堂裡面會遇到 好花時間排練 還有背劇本也是一個一大的討厭 這都會影響到我們演出來教學的成效 但是朗讀劇場解決這個問題 那他不用背劇本 然後呢 腳朗讀出來 念出來 那立背如果能夠加上服裝啦 道具啦 自己的動作那些 都可以成為是加分的元素 但是不是立背的元素 所以朗讀劇場更著重在 所以朗讀劇場更著重在那個聲音的訓練跟表達 我們認為這是在教學現場 學生最欠缺的 也是幾代被開放的一塊 那我們今天呢 要分享的教案呢 是我們所編寫的劇本 那我們選擇的文本 不是一般認為會去改編成的戲劇 告訴客人 比方說同意解啦 一感稱子等等 我們想把學生不容易理解的 經典古文的篇章 然後寫成劇本 比方說 我們選擇的是 有中原的史的《西山葉遊記》 比方說裡面有一句 很關鍵的一句就是 心靈情緒與萬化明河 我記得我們即使在上課 有講解的滔滔不絕啊 都幫舉例 但是到了高三學生 我們一頭走出來 還會寫 還是一定要讓我們沮喪的 覺得先出原型 剛剛我們還是不懂 就覺得很沮喪 還有東坡的雪月灣 等等 還有我們曾經很熱情 講的那個東坡的那個 韓史詩 可是我發現經過了 一陣子以後 發現覺得印象沒有很深的 可是這些當時 你不是講得很頭目嗎 還講到熱淚盈眶 所以我們好期待 能不能有不一樣的上課方式 然後我們就評寫一些 來我們的劇本 那大家來想像一下喔 如果極力超馬學手陳彥博 還有自然書寫作家 許仁兄陳烈 一同到我們客室裡來 和我們分享心靈情緒 去一望茂尼德 那該是怎麼樣的感覺 還有熱愛東坡的民家賈迅 李宇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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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生他們都一起 和我們來唱去出東坡 那該是怎麼樣的情境 所以我們期待透過這個劇場 這個劇本能夠給文字 更豐富的表情 然後讓學生對於理念 所探討的人生課題 能夠產生更多的共鳴 我們期待 課本上的文字 不支持是文字 而能夠有突圍的效能 我們更相信學生 譬如在文句的時間多一點 對文章的了解就能夠多一些 然後等一下我們會有 整個劇本的介紹喔 那麼我們的理想 是希望這個研發 能夠成為一個模組 就是那老師們 可以把課文中 覺得比較來釐清的部分 比方說我們學 劉宗玄的東坡 那去編成一個劇本 來讓學生演出 這樣有可能會比我們 直接享受 還讓學生覺得印象深刻 再來呢 等一下我們的劇本中 會有我們的內容 課文的內容 有課文的翻譯 然後有課文 就是重點的介紹 還有小結婚 那我相信這可以讓學生 更提高竊筆的 重要課文的重點 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藉此 訓練到學生的同意表達 然後也把我們的劇本 是可以跟學生討論呈現的 可以把學生的創意加進來 然後如果我在中華高中 我們的教母導 翻譯音樂翻譯書班 讓學生有同意的才華 都可以在課程中展現 可以增加他們學習國文的興趣 還有增加他們的成就感 總之我很期待 因為我們的劇本有點長 大概是五六七了吧 希望這可以成為 是可以拆解成職的 在教學某種 那我們這個題目 為什麼要突破葉的重規呢 這個劇本的原因是因為 首先在柳宗原的一文 我想大家都很熟 柳宗原登上西山以後 他得到一種紛然讓我 一種心靈境界 然後不知道黃昏夜色 一定悄然包圍 那我們認為呢 這個夜色就代表 他們是前長期以來的 重重的心靈制服 還有黑暗現實 因為現在他已經放下了 這個沉重的包袱 他渾然不知道黃昏夜色 已經包圍著他 這真的是突破了夜的重規 就像在東坡這一片中 當他開導客人 這個水月清風雨月之分之後 他正式經過了漫漫長夜 然後迎來了東坡進來之石 這裡像是用開朗樂觀來超越 就像是漫漫長夜的冰灣困沌 那他們都同樣突破超越了黑暗的重規 迎來新的開闊的生意境界 所以我們認為這兩片 有共同進出我們舊底 土貨業的重規 來當我們的劇名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劇本 我們的劇本總共分成兩個部分 前面有松原只有一個 主要沿上西山一共的全市心靈性 就是一萬化名的這個部分 然後東坡的部分有六目 那第一個部分是 由飾演蘇東坡的三個同學 還有東坡的第一代 蘇東坡的助理師 那為什麼第一目會有這樣的設計 因為我們常常上東坡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課前介紹課前引導 所以前面有東坡助理師子的介紹 第二部分是扮演講學的同學 來跟我們分析和實施 然後再來是赤皮膚的前半 因為赤皮膚很長 所以跟到第四幕有後半 然後再來我們想挑戰很多人 都擺演不懂的後赤皮膚 真的我看了很多我有一些覺得 欸好像不容易了解 所以我們很期盼 能夠呈現這個部分的後赤皮膚 再來第五幕是現在你們家來談東坡 然後最後的尾聲 我們設計欄的大文豪彼此對話 這是我們的劇本 範綱 那接下來是我們劇本內容的介紹 我們知道有中原 覺得自己是個罪人 甚至很多的痛苦 然後他登上了西山 得到心理的自有平靜 那這個開始對他的人是多重要 這個西山正是象徵著 一種出類拔萃的 一種給自己心理服務的力量 一種超多的境界 就是他個人生物精神的投射 然後我們會有 飾演系列的同學 會有飾演劉宗玉的同學 還有我們有 學修成練博的成練 那這是我們的舞台設計喔 就是飾演系列的同學站後面 然後古人站一邊右邊 然後現在的同學站在左邊 然後現在的作家 那我會加入網上的鈴鐺 就是同學們其實也可以分享自己心理 情緒與萬畫 明核的這些經驗 那可以增加同學們的共鳴 好 那是我的劇本開始的是節選 一開始的時候就會有這些 好 就是有課文的原文 然後我們有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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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高望遠 登高聽不聽的能力是如何 然後我們給我們的詮釋 有宗玉試練你的同學會說 你知道是喜愛的奇特 我的行事過風 我的人生堅持和措施 可是正確的 就像是西山的高峻 那像人世界的正義功底啊 我覺得學生能夠演出來 輸出來 我覺得他有抓到這一刻的重點耶 但是我忘了覺得很多同學 那我高三裡問他這一個的重點 西山跟他什麼關係 真的說不出來耶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這個朗讀的訓練 他才有說過他練習過 或許他沒有上台演過 他真的有講過 他是不是更能夠抓到這個重點呢 那西山的高峻體 這是我覺得精神的象徵 還有我自己在教學的時候 問到一個問題 學生悠悠分的那個 好好搞得清楚 哪一個是時間哪一個是空間 因為我們都老師會分嘛 因為悠悠是悠悠是悠長 是時間會分 可是那個 我可能覺得其實讀久了 研究別人 就是會忘記 當時我還會忘記 那我們這邊就做一個劇本的小結整理 西山是無限長時間的代表 然後揚揚褲是無限大空間的代表 就像海融的概念 好 然後 其實西山其實就是宇宙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象徵 就是用無限長的時間 和無限大空間的總和就是宇宙 那我們知道真的很接近 庄子的觀念 因為庄子曾經有大鴻鳥來說 你這種無限大的空間 又用千年數來代表做無限長的時間 就是當你在很很開闊的一個角度 很遠的一個角度 來看宇宙間的世界 一切都會覺得都一樣 因為都看不清楚 就像一零一大樓的破壞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都看不清楚 其實是奇物論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就發現我們的劇本裡面就是 當為人擁有像西山大鴻鳥千年數 這種境界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超越 時間空間對我們的束縛 這個時候 我們才能夠達到真正解脫的境界 所以有種人才會說 我是西山此時 我已經拿到了 現在有自己的境界 好 然後這種心靈奇緒 我慢慢迎合它會說出來 然後你的翻譯 我感覺自己精神的專注 我覺得我剛剛混然了我的境界 我已經抠卸肉體 有種種束縛和枷鎖 那我發現呢 很多現代的自然文學 都在他們也在他們的書裡面 有提到類似的觀念 那如果我們放在一起 是不是能夠更能夠 增加同學們的印象跟導解呢 比方說我看到學園修寫的偉章 他說呢 他曾經在以文言的種下 他在南台灣設立的設立公園 他晚餐過後 他談了草地上 對 我終於有聽了一下 他談了草地上 全心全面欣賞 享受這一段 終點交替的美好時光 我讓自己竹筋成為 小小土地底分子 像一顆雙長在這裡的小橋樓 快石頭 無溜無慮 目撕不動 他無我 大敵是我的軀體 深海是我的四肢 草木是我的寶物 他已經跟大自然文為一體了 就是這種感覺 這種就是跟大自然的單情的感覺 我覺得最需要這樣的現代人的例子 告訴他們 我覺得他們都比較了解 然後許人就說 這都是許人就文章 你的劇子喔 有這樣的美妙的體驗 我覺得世事已經沒有什麼可惜我 生死不會再溫柔我 我在這小小的 充滿神性和儀性的美麗裡面 有能力唱歌 然後我會見了天堂 接觸到永恆 他們都從大自然感受到永恆 這個印象 然後陳彥博他說 他有這個經驗 在2018年的時候 他和同伴一起討戰紫飛機 然後要在零下二十部 惡劣的天火中去完成 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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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雪地球六百公里的雪地步跑 然後他說那個非常嫩 那個手指一動了 倒了好長 好像幾百次針 在插你的手一樣 非常狠 很狠 動到很痛的地步 然後在比方終點的經濟天 他們那個卡在高壓玉裡 就像亂石倒茶 就在一兩層樓 高高的病柱裡面 有點狀狀失去方向 我在迷路 對著陷入冰層 又有拖層 這不是柳宗原之前 在西山之前的體驗嗎 怎麼跟陳彥博好像 所以這個是很經理 很多想法 真的是夠明的 這種三座公圈 他要出不來 所以他就蠻幹的方法 一路衝出去 他說正當我想回頭看 這從哪裡衝出來的時候 他說我看見大批民眾 赫然神力在眼前 好神聖好巨大 就像有自己的 一致還生理般 這種壯酷這種神力 讓我增進 讓我謙卑 他說這好像給他一種力量 讓他可以給我錢 不不然來往前衝 然後陳彥博竟然說 他說的這塊 真的好像柳宗原的看法 他說 子克倫的信仰在哪裡 我感覺就在這裡 就在大自然裡 然後我們再來看陳列 陳列我們都有上過玉山去來 其實陳列上了玉山之後 他在玉山的早晨 他看到眼底下山脈的皺褶 看到陽光怎麼出現 他說了一段話 我們覺得真的是跟柳宗原的 那個境界是很相通的 他就看了玉山脈皺褶 玉山就能夠改變他的 血色和氣質 就在那諸如地的特質裡面 透露的又是巨大無垢 如入不動永恆的東西 讓人感到好大的鼓舞和啟勢 對了 陳彥博看到了冰柱 陳列看到了玉山 就像柳宗原看到西山 我們都是從天人合一的禮盛中 能到大自然所赴你的地面 然後 彥博就說 對那個 真的是那個冰山 是他的信仰 是永恆 是真理 是公平 是信念 然後最後 徐元修說暮色蒼茫 這個好像是葛宗原始 我現在應有記得結尾 就是他有提到 不知 這個 那個 暮色自惹 自無所知 然後他都忘了要回去了 本來忘我 好 那我想說我們 我們來播一段 那個學生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學生表現的影片 從小明晨 也會有 我們在上課 我都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心情 都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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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然昏然不絕啊 你洗衫 盡量我本身要熟悉天然和依 欲罔免方的情節 接下來是我們呢 帶來的魔魂藍獨小短劇 成的新單一件遊戲 人生產生改喚 到你 那個學生組成 學生組成 學生組成 人們的流言飛 都是敬禮 到我們學長 喘息無謀 學長 那安心舒適的心靈 就這樣 必一直尋找 必一直尋找 一著 尋找 努力補照 到了到了 終於爬到山頂了 哇 景象好開闊 什麼都看得一清二十五年 齊高下之手 夏日果然落天落雪 那都捏不平的地勢 有得下突起的土堆 有得下不深陷的洞穴 死寸星 傳措有機 莫得有 明星兩拍 換個天氣 千里遠的景物 景收眼底 都毫無出視野 四周 星山 白雲 兩繞 任其願處 寒天接連著 那我就是山西的祖 為余佛羅 回內 然後才知道 這位和一般小山 小補丘 領土一樣 我的行事做工 我的人身堅持和革新措施 才是正確的 就像那高峻的犧牲 小山 代表著人世間的正義和功力 而小人 就像小五位一樣 是不能配和西山相較的 西山的高峻屁 這次跟高峻的精神人們下身啊 看到西山 沙沙溜 楊楊屋 楊楊屋 楊 楊楊屟 楊楊屁 幸福 成空而成延 西山久遠 暗夜天地大喜 昂生 說明了西山 這是紅現場實際的代表 看了西山 羊羊豬 宇宙無整容 而不知其所窮 西山不思廣闊 而與天地共存 看不到鏡頭 說明了西山正是無限大空間的代表 西山正是無限長時間與無限大空間的走路 他用紙點來看這世界的演技 其實是王熙慈 和武多傘 都是一樣的 都是跟你躲到的 你看不清楚的 所以 你的角度能超過時間和這個現場 就會覺得萬物都是其一的 所以說 西山的境界就是逍遙自由的境界 歌就是西山 我們先找到更高更遠 更洋風的境界 心靈形勢與慣化一則 我感知到自己心意的了足之術 達到文章問我的境界 文居大自然 總會立體 識別我的奇跡 承諾了我心中的渡染 讓我借你回到你去 努力犧牲 盡將我感受到什麼是天人合一 我兩旁的境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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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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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我們看 赤皮膚的部分 我們剛剛知道 舞台師在東風道的紅州 然後在這段歲月裡給他 跨打姿勢 然後寫下快遞人口的余座 那我們也看到快遞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有一個生命 在遭遇到複敗的時候 一來會有一個混沌 因為這樣的 比較低潮的 這是有點悲觀哀傷的作品 它就通過其他的作品 一起被看見 我們認為這樣樂觀勇者的形象 才可以更為滿豐足 所以我們就放進了韓詩詩 然後我們的劇門人物有 演出情境的同學 有蘇徹 蘇徹也來了 還有有學家獎勳 林玉堂 李逸斌 還有余秋玉 李逸斌先生 我會注意他也是感謝 綜藉挺高的張老師 他在很棒的去探討過 李逸斌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李逸斌 他是在曾經在台灣 曾經教授過一個玉 所以他也有跟東風一樣的痛苦 所以他才用他的生命 去讀東風的作品 就是每次每次都把他背起來 所以我們不在這個作品放進來 我們的劇門裡面 我們也覺得很有生活 好 這是我們的舞台設計 一樣的古人會站一邊 所以術車就站右邊 然後現代人站左邊 然後去看打燈 先右邊然後站左邊 這樣的設計 好 好 然後第一幕就是東風的著名詩詞 我們開場 那老師們 這個劇本其實是倫敦式的 如果老師覺得有什麼 東風有名的詩詞 我被放進去 我都可以再放在家進去 比方說水光內臉這一首 橫看成品側乘風 遠近高低跟頭 不是五三真面目 然後 我們會有同學的翻譯 那蘇徹會說話了 蘇徹他會說 總之呢 人生有不同的外看角度 呃 這個劇本就在跟後面做伏筆 因為後面有吃米粉的對於不變 如果你困在其中 就無法了解事情的全貌 甚至還會有人說 夢境說不定 才是人生唯一的真實呢 所以什麼才是人生的真實 如果真的是 姑娘換個角度看人生 然後還有姜誠子 十年生次良媽媽 然後就讓蘇徹來介紹 東坡寫字的道網詞的時候 往伏筆去世十年 這首是很哀晚氣涼 然後再來是 我們也可以選自己喜歡的 個人都有喜歡 自己喜歡東坡的作品 我很喜歡這首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輕 然後 然後 世人行靜也人行 墨斜落雀 波頭路 自在坑然一張聲 明明這路是很難走的 坎坷難行的 可是東坡卻說 他的局長坑坑坑在上面 還蠻有悅耳的音樂 真的是展現一種樂觀的情境 然後蘇徹就說 各位就是我們在鼓中作樂 怎麼能夠在困境中開朗樂觀 繼續窮到坑涼骨頭 然後我還會其他的跟我分享 如何燒烤整理 美味的料理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蘇徹 黃舟快帶體系 給他的經典劇 拿出來的劇文裡面 那個時候的 世神與世神 又不自得加何王的配命 好 然後 今天我們要開始 今天早上改善 因為現在就是 東坡十年了 所以 會有東坡的 衝返黃盾 心靈的詩 東坡會說 我可不是實實 根本都開心的 往日崎嶇能計否 陸長人困檢已絲 檢盡還知不肯欺 寂墨沙舟了 世神長大夢 人生幾乎秋雷 然後再來是 蔣勛還實實 因為我是讀到了蔣勛的書 我看到他寫來實實 是寫到好動人 我好希望可以跟同學們一起分享 我又不希望是我來念給同學們聽 我希望是同學們可以彼此分享 所以我就把這個 翻牌到我明記本裡面去了 然後蔣勛說 抱歉 抱歉 我不夠熟練 不夠熟練 不夠熟練 好 蔣勛說 沮喪荒然的症狀不斷地下著眼 中流杜鵝海棠 一粗粗的開放 心紅如血 結淨如淚 自我來黃州 一過三盤石 然後就有同學朗送詩 然後有同學翻譯 然後我們會下小結論 蔣勛詮釋這個病呢 是 杜台實案的傷害 他被抓到幾乎 裡面生死較迫 生命大 生命徹底大便一場 經歷這樣巨大的驚慌 揉力和折磨 入他們的滄桑 請客前從青春轉為滄老 然後再來是 話說那一年夏雨下午晚的羽昂 今天要洗進我的雄心壯志 還有空袍煮韓菜 這同時也在介紹一下他很有很美的書法 東坡說 我真是狼狽到自己都不能是自己 我還能試我嗎 蔣勛說 東坡在寫一個生命走到全層目的哭聲 一個曾經這麼熱烈的青年 如驚如通思慧的心機 再來是要進行到吃皮膚 前面都是我們很熟的白鹿紅江 然後有翻譯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小節 因為真的同學們上完一課 還是不知道到底客人在感傷什麼 說不出來 真的我遇過好多個學生就是說不出來 那我覺得藉由我們的小節能不能幫助學生 蘇東坡等比比較在揮納 他說我們人生的五常短暫在渺小 因為他前面會提到曹操如河 對 那其實重點在講這個五常短暫在渺小 是身為人無力逃避的愛上 然後接著下來就是我們很熟悉的 變語裡面的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的詮釋就是 生命如同水月循環 人沒有滅絕 所以人是大賽的部分 如果日月水是有在的 人也是有在的 我們知道這邊有很多莊子的思想 我們要把莊子拿放進來自行觀摺 自行同者的實質 就可以知道 公平會受到莊子思想的影響 他們的相似之處 然後這個重點就是 換一個角度看人生 你可以從扁 你當然可以從扁 為什麼要從扁 你也可以從扁 重點就是換個角度看人生 所以洞鋪影就說了 譬如肉體會死但精神 生命可以長存 說到這裡 東坡說他想起 昨天他收到一封 來自一國的同者來信 他說看在他們國家的 約界片神鬼獵人中 我看到這樣的一段話 當後風雨而襲你 站在一棵大樹前 如果你看到的是狂亂的樹枝 你會覺得這棵樹 肯定會倒下 但是當你看到的是樹幹 看著樹幹 你會發現這棵樹 就是我們入泰山 這個例子正好來說明 我們觀世前的角度不一樣 結果會不一樣 所以是要告訴大家說 學習樂觀看的角度看人生 這組常樂 活在當下 後來講一段我的招 其實在講這個重點 我們認為這是在解答 人生武藏 生命短暫渺渺小的方法 但是讀了好多次了 吃屁股仍然會覺得有個問題 因為東坡一直覺得 生命短暫能會死 我讀了越多次越覺得 樹幹多最在意的就是 今生的生命會死 可是我覺得我們 這篇文章 我們不能告訴你說 我活在當下 換個角度 我就想著開了 可是人還是會死啊 這個執著還是伴隨著我們 我覺得東坡的痛苦還在 所以就去吃屁股找答案 後吃屁股找答案 我覺得我們有找到答案 那跟各位分享 請各位實證 就是如何解答 此生的生命必然消亡的問題 真的 今生生的死亡是代表人們 哀痛最重要的原因 後來東坡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心裡是有答案的 於是他在10月 他又續了一次視頻 但是他寫的場景 已經跟前年不一樣了 前年是很水月很美的 然後在這邊的形容是 是很像在寫死亡的處境 恐怖的優固 然後他說他看見一個孤賀飛過來 那孤賀的樣子是白羽毛黑角的 他晚上就夢見了白衣服黑角的道士 來跟他說 問他說是必好玩嗎 可見孤賀就是道士 喔原來生命可以 不同的形式轉換 這是東坡要告訴我們的話 雖然東坡沒有講清楚 他們是一體的 我的重點是 我感覺是東坡這一次是 人的生命是不死的 會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存在 所以不只是精神不死 靈魂也可以是有存的 他認為靈魂是有存的 生命會繼續轉換他的形式 我們知道這裡面 也很老莊子的思想 因為我們知道莊子曾經卻 他就是不再為他老婆死掉而悲傷 他的骨殼兒根的這個例子 因為莊子覺得死是沒什麼好玩過的 是生命另外一種形式 是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逍遙了 所以人不會死 他用不死來解答人會死 我們覺得這已經走到了宗教的層面了 因為現在所有的宗教 不管什麼宗教都在告訴我們 人不會死 這可以給人好大的安慰 所以後吃必負他 他談到了不死 他用不死來解答死 就是用後吃必負來解答 潛失必負 好那就是現在尼迦來台灣吃東坡 那我們這個步驟 我們一直找他們的文章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讓你們彼此聊天 然後當我們找到 啊這個這個 你的問題 他跟你們講的時候 我們真的超開心把他跳下來 覺得超級有沉舊感 因為李宜兵那兩本書 好像磚頭啊 字好多 然後讓女朋友找到他們可以聊天 我覺得好難喔 可是這也好有趣 好然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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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大家談談 寫作當時的情況 但李宜兵 就說到了 1936年和三米國 開始到底寫書寫 那時候 書架上 陳年傑有魅力 有創意有正義感 的人 真是我 寫作上 精神靈魂的 精神靈魂的一大名字 然後 我們叫李宜兵 他有受過憂慮的 痛苦的 他說他在寫東坡新傳的時候 大部分 他都直接取材原點 從那流傳之經的兩千多首詩作中 去 一手資料 反覆倍速聚焦 仔細的去推上那一字一句所 隱憾的真意 他覺得透過這些 他才能夠觸摸到 東坡內心情感的太多 然後這裡就是 余朱宇文說 他各位兩位很了解 東坡有可不可以提出一個 東西可以來代表東坡的 然後李宜兵就說了 他覺得是烏鴉 烏鴉的偉大在於 他有與權力社會 對立的勇氣跟決心 他有天賦的浩然者 其實真正的 大將複棋感 好 就是 又一發言 找到這裡很開心 因為李宜棠有說過 我們之前找到李宜棠 因為李宜棠說 他覺得東坡的精神代表是火 他一身汗水災 汗災奮鬥 每一到一地就忙得 修修那風水系統啊 西湖啊 水 火的象徵很恰當 因為他活力充沛 換句話說 他的脾氣一身都像烈焰 到時候給人生氣還溫暖 然後東坡的個性很歐型的那種 也一路燒了某些東西 比如說一馬上街 這一把火燒出了舞台時代 也燒出了超中小人一個心目的嘴裡 因為我們看那個東坡圖 國文主旨就在講那些小人 這我原本片還挺妙的 好然後 玉唐妍提到說 在黃州的他發的心境 他開始思考生命的真理 思考自己的個性 也就如何得到平安 那李宜很詳細的寫到 他如何紓解自己痛苦的方法 他讀書 他寫作超書 靜作 釀酒 研究美食 身邊涼法 我常常覺得齁 人家都說 國文寫作 不要一直引用蘇東坡 可是我覺得不對 因為我們對蘇東坡熟 所以我們引用起來 就會覺得好淺 因為大家都沒有熟過蘇東坡學生 對 我有學生 學測得很高分 我就讓他讀一些蘇東坡的書 他引用蘇東坡仍然很高分 所以我不覺得蘇東坡不能引用 我也認為陳述局可以引用 可是大家每次講到蘇東坡陳述局 有一場都跟他幾句話 大家我們去找出 陳述局他有出一本人 在盲目他的書 裡面還有很多很多的戲 我看了很感動 就是我覺得例子 不是不能用 而是我們有沒有深度的去看 而提出我們心的角度 我認為 然後余修平就是說 東坡成熟了 和突然今晚有做幾樣成熟 再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候 這個大家都很熟 然後我看到蘇東坡寫的說 這個時候刻薄的風刺 堅韌的移風 一切的激情都過去了 但至而其是光輝溫暖 我們就想到余修平說 陳述局是一種 明亮而不思眼的光輝 一種 這邊的牌笔很有名很美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喔原來林玉堂 是多麼的影響到我余修平 寫出這麼美 這麼動人的文字 然後林玉堂說 謝林克希臘也是本名 他為我們臨下的靈魂的歡欣 世界上只有東坡 不能有第二個 然後慢慢就天亮了 然後再來是韋聲 讓他們兩個對話 有終於說 他常常不能夠保持在最佳的狀態 因為你知道 他們比有周八七在後面的時候 他是常常不開心 他不是已經操脫了 那就是我們總是在尋找 對自己適合的生活方式 那東坡也說 其實我在庫頓的時候 反而鼓勵自己 我也在修煙中 那慢慢的看看人生的風景 可以發現 其實是美不生修的 然後再來東坡的說 我們可以把風吹給風吹 把字環給自己 有終於說 真是接下來和外在和解 和自己和解 只要心中坦然 令人物圖為建立了如愛的困境 那我們先彼此吧 他們都會喝了很久 好 然後我們再看 學生影片的播放 這個我要特地介紹一下 我這個也出西山 吃壁情境的這個同學 他是一個非常木納者覺 其中很少講話的一個學生 他講話十分十分困難 他竟然自己去導音樂 自己自願演這個情境 有一個蠻動人的一種 有一個更多的消販 是 所以 有一個更多的消財 對 也有一個更多的消財 是 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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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水 水 從頭流 分離 卻從變動 月 身有明晴圓圈 但你卻始終如意 如果我們從變動的角度來看 那麼心裡都不盡到角度的變化 從變的角度來看 好好地操作 宇宙方向的現象都不斷地在改變 但本體沒有改變 就像我們的細胞一樣 何在新陳代謝 而人也不會有所謂的生老病死 就如通水與月樣不停地在天荒 所謂清風明月和無常 就看到這裡 好 接下來是我們實際在操作這個劇本的時候 會有遇到的問題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希望呢這個劇本的這個角色設計喔 就是多一點同學 就挑選三個東坡兩個中原 然後大家會發現說 在我們的吃力部的劇本裡面 沒有發現客人的這個角色 因為一般很多人都認為 東坡是藉由同流吃力的客人口中 其實是道出自己生命 自己感覺生命的反戰渺小隱藏 所以其實客人的問題也是多 東坡的問題 所以我們並沒有把客人這個角色 放在這個劇裡面 我們是採取東坡自己就是客人的觀點 畢竟這樣的生命難題 是存在大家心中的 然後我們角色的分配 假的同學比較在提問 比較在詮釋翻譯 然後比比較在下結論 是有這樣的分 然後我們會有如實的翻譯在劇本中 讓學生加深敬意 因為我覺得其實 我們一個禮拜上一課真的好壞好壞 然後學生其實考完那課 我真的我很敢保證 我真的學生對文章還是真的不夠受耶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放棄翻譯在裡面 我覺得可以加深同學們的印象 那這兩 我們的劇本裡面都有 現代人和古人的對談 那我們都盡量一定是找到現代作家 他們也真的講過這樣的話 然後我希望這個 我們劇場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不管有多時間到劇本 因為我們有那麼多的 我們其中七部就可以 就可以其實是拿出來一點 然後學生有一點就可以 馬上抓到這一顆的主持 那只要這個活動一開始了 我覺得學習就開始了 然後我們實際的操作就是 我們會讓我們要 這個劇本要開始 演出之前我們會每個同學一份 然後分組討論 就是你們可以把句子改成你們覺得 比較流暢的 比較可以表達你自己的 我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適合學生 然後學生也可以把他的例子放進去 這樣子比較能夠產生共鳴 所以我們的劇本其實 其實有印字翻改變 用導感改編 還有老師自己的劇本 然後我有個建議 因為我們在選舉學生黨名的時候 其實老師只有一個人來固定到選舉 那可以就是找一些比較會懶惰的同學 然後分組當組長 老師有種各種 然後再有好的同學相談 不然有時候我們在交接組的時候 別人會再聊天 這是我們實際操作上 可以去找幾個小老師 就比方說他還蠻會懶惰的 像我們在區域學生過程中 會發現有些學生還蠻喜歡懶惰的 他們會帶自己的道具來講什麼的 他們也有興趣懶惰 那他們可以當小組長 可以幫我們看看學生 看他好好知道一下 不然我們一個人很懶惰到全部 這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然後朗讀要特別注意 大小聲快慢音長短音 所以我強調 不然唸得很低 唸出來真的很難聽 然後很要求學生 不要一直低著頭就一直看了 能夠適當的放下來 讓你不要臉看的觀眾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畢竟同學會看你嘴巴唸出來的 他可以加深對這根印象 可是你的嘴巴都埋在你的劇本裡面 其實效果會比較不好 所以要強調不要自己頭唸劇本 然後適度的加入生情 像我們安排音樂小道具放進去 都是價分的地方 然後我們這個劇本 其實大家可以 同盤相扣又可以獨立演出 然後或許也可以加著 趨勢者的角度 當背景的開頭介紹 就要刻有能體檢的那個部分 然後如果各位老師 如果你們有教導各種 英能班像我們這樣的話 其實我老闆學生其實很喜歡上國課的 然後他們在上課的時候很有趣 他們有很多創意 其實他們唸劇本 因為他們不用背 他們是唸的 他們怎麼唸呢 他們說老師我們要躺在地板上面 他們就這樣躺著唸 然後他們用腳來跳 他們能在跳水上芭蕾這樣 很有趣 你要可以看什麼照片 我就覺得說 開啟雷山窗 其實我們新的一種教學模式 就是其實可以開啟同學們的多元的興趣 好 然後學生版劇本的摘要 讓同學們也來修改一下 他們喜歡的劇本 然後來的地方都是同學們改的 他們覺得橘圓修這樣講 他們唸起來不順 然後黑黑的都是陳彥博的原文 然後同學們會改成這樣 喔 我知道怎麼感覺 我跟你說我九七年 喔 這是我跟誰去去 就是很口語啦 然後呢 還有很冷很冷的感覺 同學們改成說 我跟妳講 哇 我風吹雪啊 你看看就知道 我們一直走一直走 哇 好冷 但是這樣痛苦啊 他們改的還蠻多的 那我不知道 那個陳彥博跟學員說 看到會暈倒我不知道 那我改蠻多的 不過為了消息一下 我們可以亮解吧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呃 再來的 這黑的都是 我們老師的劇本 然後同學們會改成 那我跟妳的那些獅子 大家聽過 來來來 快把台語放進來 給佑朗文一翻譯 大家說好不好啊 就是 等 所以我話都弄進來 欸也挺有趣的 然後再介紹我這些都 或者是的時候 欸有同學之人就會唱 他們說我聽過 王菲唱歌或那個綠軍唱歌 欸我們都還不敢啊 出來唱這會證明我們的年紀 對不對 我都不敢說欸你們會在綠軍 然後他們這裡有人知道 怎麼會這樣子 王菲可能今天都會有人不知道 聽說一進進進 開始有人不知道 周杰倫是誰了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我當我們聽到說 蛤你每個人都這樣做 跟音樂其實 我們都覺得很盡量 然後我覺得欸這個放進來 其實也蠻 蠻好的蠻活潑的 其實我們加進來 學生的創意 我覺得會讓我們劇本更深重心 然後問於討論 我們希望這個劇本能夠 能夠以發學生更深度的思考 所以我們設計那些問題 大自然對柳中文的意義是什麼 是經過的囚牢還是解割的奇蹟 那柳中文這句話 能提防你的共鳴嗎 你心中也有做代表自己的 信仰的一座山嗎 像你白的青庭山 桃園的南山 像是馬拉山 還有青大國的玉山 這是同學們說的 我現在有道理欸 玉山這才是有精神嗎 那再來還有一些就是 還是失蹤你看到怎樣的東坡 還有很多同學不熟悉的東坡 然後再來 你覺得吃皮膚的三個觀點 他有檢查自己的問題嗎 人事和人家渺小都很常 或是你能夠檢查前進去嗎 我想知道同學們有沒有要了解 還有三個名家現在就講 怎麼看好東坡的 你喜歡誰的說法 還有孔子余到這兩個大文好 或是什麼樣的對話 然後這是我們上課的 台拍和演出的照片 同學們 那分組在練習的時候 在這配角色的時候 在這裏搭拌 很有趣的是他們是躺著 然後在跳完角色 像芭蕾 他們就要唸劇本 然後就是很自由 看到什麼就唸 挺有趣 我就覺得這是 這方面好美喔 因為他們是不早在這嗎 一樣動作都覺得好美 我覺得普通話表情是這個 我覺得普通話可以 超美 對他們在練習的照片 我覺得我們如果真的好愛 真的好喜歡戲劇 好喜歡腦 我們就會引起學生的熱情 然後我們的照片 對 超喜歡的這一塊 然後地帶上一支 跟果人的衣服 好像進入唐宋的時代 同學們在改我的劇本 他們說他這怪怪的 搞來改好多 他們加入一點動作 沒有趣 還有他們在哪裡 他們都很容易見 這可以讓同學們去發揮自己的創意 我們搞來自己 他們下面同學很 很愛表演的 就是 這個課舞行動 給他們一個新的窗口 我覺得 盡量的表達有創意的心情 然後這個部分 接下來是附入了 還有接下來五分鐘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 我在實驗我這個劇本的時候 是我高三的學生 然後他們剛懷學生的那段時間 我讓他們來演出 他們雖然是高三很容易抓到 柳宗園東坡的主持 可是我真的覺得遇到一個問題 他們的口語聲氣調達 真的不夠好 因為他們在高一高的時候 我們真的好沒有好好地帶領過他們 有時候覺得念出來 真的不夠口齒清晰 有些台灣的學生 我覺得這塊很需要被開放 於是我們就有個想法 就是在九月的時候 我們在高一 我們就針對高一的學生 開了多元選修課 我們朗讀教學劇場的基礎片 我們讓同學們從高一的時候 就開始去接觸到這個 我們很期盼在他們高二的時候 讀到柳宗園和蘇東坡的時候 他們的聲情表現可以好一些 那這是我們多元選修的課程設計 然後一個禮拜兩個小時 然後有選修的同學二十二個人 然後我們就慢慢從基礎到進階 慢慢肢體各種訓練 然後我們有現在劇場讀的劇場 也參考好多麗玲老師的 那時候帶來結論資料 回眸那些 我都覺得還有收穫 很感謝 課程降動 就是有各種的課程 就是要讓同學們有興趣 因為高一學生要帶來他們 不能一開始就生來的東西進來 所以我們有自摩的 人類四月天的劇本讓他們來演 好 那我覺得特別的可以介紹的就是 還有就是我們有發生的訓練 有肢體的訓練 有自身腔圓的訓練 都在學修課裡面 肢體的訓練 童話定格還有各種 還有我們可以把國文課結合 我們的學修課是結合月考的 因為月考好奶課 我們就演奶課 然後說一馬長生復的效果很好 我就說一馬演出三個畫面 然後演出三個部分 那就是等著人那邊的師父 然後不單的師父 然後常規讀叔叔的師父 然後讓同學們演出 他們有演過 跟他們看著課本這樣被結果不一樣 他們就像我們討演出來 真的是印象比較深刻 所以我們的規讀曲 就是結合月考的 然後這是我們的教材 各種主題 埃及主題 這首有四百的主題 各種主題 還有各種歌和鬆的主題 好 那我覺得很值得介紹就是說 我沒有如何把我們今天的這個劇本 融入高一學生的心靈 那因為我沒有讓他們寫 沒有文章叫做回家的路 我讀到的兩篇 真的讓我熱熱一筐的作文 那兩個小孩子 他們寫他們家裡的毛多很痛苦 然後他們很想去找出路 他們寫的文章真的讓我很感動 所以我就想說 來把我的洞窟的女官文學 跟這兩篇文章結合在一起 用同學們自己寫的文章進來 會不會讓同學們更有共鳴 那我就很快速地看一下 如果時間到的就 我這個新寫的這個劇本呢 是為他們而寫的高一 然後我們會用 因蜂木豪卓浪排通 我們遭遇上樓記 這都是平關的普通 用這句話來貫穿請勸問 然後 然後有個同學他寫的是說 有一次他回家 然後他為什麼回家 因為他離家出走 他第一次知道回家的意義 因為他曾經離家出走 他說他到了花里 沒有跟任何人說 因為家裡爸爸吵架都是因為他 他就想說他要一直走 一直走 再也不要回家 我不要回家 然後其他同學就有一個中路好 其實就是別關的心境 其實跟我們在事情中 不快樂的心境 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個同學 他是寫說 那一個七黑的晚上 他媽媽跟他姐姐帶著他 然後很心痛的時候 是好像 我帶毛巡迴遇 這樣的請求 我看很難過的 他把他寫出來 他說要很大的家 那家裡很多很多的問題 他其實在做裡面 他說他一直想要找一個出路 他可以怎麼做 然後他說他離家出走 沒有人來找他 後來他有很多的冷漠 很多的行為 就是要來抱自私人 他想得到更多的愛 那我就沒有再多結錄更多了 然後第三個就轉成古人 就是我們剛才把那個 吃皮膚的那些內容 跟學生的困境放在一起 成為我們的狼狼劇 然後這是我在度語學修上課的時候 的一些照片 八三個短身 然後這個活動照片 還有一點時間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同學們的理出 然後做一個小小的結論 不好意思請問他一段時間 沒有時間我們覺得沒關係 因為我像剛才被我整好 不好意思 好 這樣 你 ким 夢見在 你 夢見在 無覺在 你 再想 破壞心 就是 演白卓公主的故事 後來白卓公主轉型了 嚴嚴嚴行詩詞 老物婆 後母 我親家人是我白雪 白雪這麼久沒見 你已經變得如此的寒癢了 親家人跟我一起來把揍手術的文端 好 不算是天空 海水之天海 父母客責 誰肯相為人 可從遠方來 為我雙鯉魚 我很空鯉 終於是宿舍 去為我的宿舍 宿舟盡何物 上有家餐食 下有荒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